倫浩南 technique velting 阿羅漢第一次學 пери抵 這是合情合理 出家中嬴負的責任 他说 结己的意义是合送 就是大家 结己 就是 己是集合 那么人集合起来 然后把你所知道的 送出来 也集合起来 然后编成 那么以后可以传送下去的 那么他说 结己的意义是合送 每一个人送出他所听到的 送出的法与律 经大众共同审定 那么虽然是大众共同审定 但是主要的 经主要是阿难 律主要是幽玻璃 因为阿难是多文第一 那幽玻璃是持律第一 就是他 在佛陀的时代 他对于律的持送 已经是阿罗汉里面最主要的 所以但凡有 比丘跟比丘之间 或是僧团跟僧团之间 就是这个 其实僧团只有一个 但是就是不同的 不同地区的佛地址 有所谓的真旨 那佛陀都会派幽玻璃 去做什么 去做处理 那幽玻璃他是 闲着佛的命令 我是代表 我是代表佛 就是有佛让我来处理这件事的 所以要是有得罪大家的地方 那因为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幽玻璃是让人家很讨厌的 所以特别是那个 像六群比丘女里面 那么常常都会骂这个幽玻璃 就你让我们最麻烦 你最多是 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幽玻璃 幽玻璃 后来去到一个地方 都说我是代表佛来 是佛让我来的 那就是说 结起的时候 当然就因为他懂最多 知道的最多 律的部分 那么经的部分 当然是阿难 阿难是因为 常常在佛身边 那么有多稳 多稳 所以他 结起经的时候 是以阿难为代表 那么结起律的时候 是以幽玻璃为代表 但不是只有他们两个 这五百个阿罗汉 个人送出他所知道的 然后大家在共同宣定 那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个经里面 像我们的杂阿罕 他会同一本经 但是不同的阿罗汉 记得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他后面都会有 那么就好像上面一部 这样 但是差别的是什么 那个就是彼此两个阿罗汉 或三个四个阿罗汉 记得不太一样 有的记得多 有的记得少 那有的记得是想这个 有的记得是想那个 比如说讲到 讲到哪一件事 那佛陀说的是说什么 有的是说认为 记得佛陀是说另外一件事 那么因为彼此都是阿罗汉 那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是同案并列 就是说同案这一部经 但是因为阿罗汉记得不一样 所以一部经可能变成三部经 四部经 那么这个在杂阿罕的编辑里面 就是说我们看杂阿罕里面 其实很容易看到这样的经 那你可以想象出当时结起的时候 因为同样是阿罗汉 那你不能够说 娶这个阿罗汉 不娶我这个阿罗汉的 那么因为阿罗汉基本上都不会说错 那么所以把 然后大家共同审定 就是五百个阿罗汉都同意 这个是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确认 先要确认是佛所说所制的 所说的就是经 所制的就是律 然后加以分类 结起完之后 因为它是次序 你送一部我送一部 那么所以你送一部之后 就要有人把它记起来 然后再把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有电脑 或是有书就容易了 就分类就好了 那以前不是以前 你要送出来 然后你这个边地基金 然后再把它分类的 那这个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你看没有书 如果我们有电脑就很简单 做这件事情就很简单 你这个阿罗汉念出来之后 输入 输入之后 然后把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一下子就决定好了 相类似的 这个是书一样 你要书归 这个是哪一类的 文学类的 哲学类的 科学类的 宗教类的 放一起就好了 这个是运相应的 这个是处相应的 就放一起 那不是现在那个当时是用念的 那念了之后 要大家要记起来 那记起来 就在想 那地基布经到地基布经 应该是一类 地基布经到地基布经 应该是一类 又重新枕边 然后又开始背 你地基经到地基经 你背地基经到地基经 所以过程蛮繁复的 那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记忆力都那么好 没有 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记忆力都很好 那么这里 那但是一开始 没有像我们这么多 一开始 一开始结起的就是 一部经一部律 经基本上就是 大概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杂阿罕 但不就是杂阿罕 以前没有试阿罕的 第一次结起还没有试阿罕 就只有一部阿罕间 那他就是杂阿罕 杂不是杂乱的意思 杂就是 以导师的说法 杂就是 他有次序的编在一起 那后来 再有送出来的嘛 就越送越多 越加越多 第二次结起的时候 就开始有试阿罕 那律就一部律而已 律一直都是一部律 但是第二次结起的时候 律有加进一些细节 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 律就分成各个部派不同 四分律 五分律 时送律 更有律 升旗律 那基本上是大众部的 跟上座部的 那上座部的底下又分 大众部的底下应该也分很多 但是大众部流传过来的不多 所以通常都是 上座部底下的律多 还有经 也都是从上座部流传下来的多 那像我们的杂阿罕跟中阿罕 都是有部律 那有部律都是上座部底下的 那正义阿罕比较一般说起来 比较属于大众部律 大众部的经 那律的话就是升旗律 是大众部的 其他四分律 五分律 时送律 更有律 同叠律 那么乃至于荧光部的 没有广律但是有借经 都是上座部底下传下来的 那所以因为上座部 特别是有部 很重于这个学术 所以他们的著作 或是他们流传下来的 资料会比较多 那大众部比较不重这个 所以流传的会比较少 好 那这里讲到 就是当时主持结局介立的 是尤波里 主持经法的是阿罕 原始结局内容经考定为法 就叫做法 所以辗转传颂的法 那么将所说的法 分为运触缘起 实地界 菩提 分等类 那么这个其实 依我们现在的杂涵来讲 它就是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 就叫做音相应 这是五音送 那南传的叫做 运相应 那么我们叫做五音送 这个运是 这个运的翻译是玄奏方法 玄奏是翻五音 求纳巴托罗杂涵 它是翻五音 那这个 丘摩罗斯是翻五重 那这个运 这个运触戒 那这个是 我们现在习惯这样的说法 那个是 依有部的 比如说依玄奏翻译的 照见五运接口 五运 所以也变成运触戒 那如果是依旧纳巴托罗 我们现在杂涵 它不叫做运 它叫做音 五音送 那运 就是我们现在的 五音送 那么处 六路处送 这个是杂涵 它主要 那么讲 我们这个身心性命 分五运六处 那么再来就是杂音送 杂音送的内容里面 就是连起 四十四第六戒 主要是这个 那四地讲的比较多 然后是运起 然后是六戒 四十 这里 那么这里的运起 十地戒 这个把它合编 叫做杂音送 你写一下好了 写在这里 五音送 六路处送 杂涵里面 六路处送 杂音送 杂音送 底下 基本上主要就是运起 运起是最重要的 但是它没有四地的多 四地的经数比较多 那因为布派有布就中四地 运起四地四十 然后 这个六戒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再一个就是道品送 讲三十七道品的 这个是杂涵最主要的四个部分 所以这个菩提分 就是道品 道品 三十七道品 名为相应修多罗 修多罗是经的意思 那被传的 就是我们的一本当中 就叫做什么送 什么送 那南传的叫做什么相应 什么相应 那么修多罗意味为经 是简短的文句 那经当然是 我们翻成中文的 它原来叫做修多罗 那经在早期 中国的传统里面 那比如说四十五经 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 佛教的基本上流传下来都叫做经 那婆罗门教的 它不叫经 它叫序 所以密法基本上也是什么序 什么序 它是接序这个婆罗门教的一个说法 所以它这里 一当时 一印度当时的文体得名 佛说而内容相类的 就相同一类的 那集合在一起 如运与运是同类的 就集合为运相应 那所以 这个是所谓的 那么相应 那么律 四尊为出家弟子制的戒 又叫做学处 依内容而分为五篇 一般叫做五篇七句 那主要就是 比如说戒的轻重 那比如说这个是断头罪 这个是生残 然后这个是破译题 人类像这样 就五大部分 五篇七句 就是出家弟子 半月半月所送的戒经 那因为要 因为要记住这个规矩 当时没有输 就纯粹靠背诵 所以因为怕你忘记 尤其是刚出家的人 他也不知道 那么出家要遵守什么规矩 所以一开始 都要先背这个戒 那半月半月要送戒 以防你忘记 那处罚的时候 要遵照戒的规定 那么一开始是没有的 一开始只有略教戒 一般意识奋力的说法 就是 就是十二年后才制戒 那么 一条戒 两条戒 三条戒 那戒里面又有开遮词犯 就是原来这样是不犯戒的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 这个也犯戒 那原来这样是犯戒的 但在特殊情况下 这个不犯戒 就开圆跟遮子 我们叫开遮吃饭 就原来这样是不犯戒的 比如说吃肉 那么吃肉在佛教的规定里面 它不是不犯戒的 但是后来有人吃人肉了 就开始规定 吃肉虽然不犯 但吃人肉是犯的 不可以吃人肉 后来又吃马肉 吃项肉 吃狗肉 那这些佛者就制 那么这个不能吃 所以吃肉不犯戒 但你吃的是人肉 项肉 马肉 狗肉 它其实列了十几种肉 那么这个是犯戒的 这个就是原来 原来不犯 但 但你 你 后来制定 原来是不犯 但后来这样是犯 就特殊情形下是犯的 那原来是犯戒 但特殊情形下不犯戒 比如说不能喝酒 喝酒犯戒 当然是你为了生病 你必须 医生说一定要酒 来做药养 那不犯 开源 那么类似像这样 后来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类似这种情形 那就本来制戒就简单 就是可以做不可以做 就持跟犯 那后来又有开跟遮 本来不犯的 但是特殊情形下是犯 本来是 本来这个叫做犯戒 但你有特殊情形 所以这样不犯戒 本来这样叫持戒 但是特殊情形下 你这样叫犯戒 那越来越 就稍微有一点 慢慢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因为有很多种情形 那比如说 比如说迎戒 那迎戒很简单 就是男女 可是后来有男跟男 女跟女 然后又跟出生的 然后后来就慢慢制 慢慢制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这样 那所以 所以这个戒 也慢慢慢慢变得复杂 那原来没有那么复杂 那这佛陀到 到佛陀路面的时候 戒已经变得就是 很多种不一样的 就是开车瓷饭已经蛮多 蛮多样化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原来 幽波里结集的就是500阿罗汉 那么到底是500还是1000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般我们 我们大部分都把500当作是 当时结集的情况 一般叫做500结集 王舍城的叫做500结集 就是500一个人 合送 那么 辟舍理论叫做700结集 700个人合送的 不过我们说 大制度论 大唐西域记 传说都是1000个人的 好 那这里 就是 所谓的戒经 半月半月送 那因为你如果不出 因为后来戒律蛮复杂的 所以你如果不先学好 你不晓得 你动不动 你就违反规定 就要受处罚 所以才会说 你出家要先五年学见 那因为你都不晓得 这样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你出了家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简单 就每个人发给你一本 像你去读佛学院的时候 那都发给你一本 这个守折 那么里面的规定清清楚楚 那么你就不知道都看那一本就好了 但是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书 所以都是要反复送 反复送 进去就要背送 然后初一十五要背一次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 那也有人告诉你 你说大家都要来集合 要听到 那么这个是当时的 当时一直流传下来 到佛灭后都这样子的 但是佛灭后 当然这个戒律 就开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 你看那个四分律 重塔 四分律重塔跟重座 法战部 法战部重塔跟重座 所以那个不可以塔下埋死师 不可以捉妇罗从塔下过 不可以伸脚像塔坐 这一大堆 二十几条 二十四条 佛像的两条 有二十六条 其他的部派一条都没有 没有一条跟塔有关的 没有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戒律其实后来也是 依照各个部派不同的需求 那么制定不同的这个 制定不同的这个规矩 那是主要的不会变 但是其他维系的部分 就各个部派他们认定的不太一样 这个是讲到我们说 我讲到这个戒 好 那这里说到 这个 先讲经 那么又集出企业与技说 那这个就是经里面最早的三种 三种部分 后来我们叫做三藏十二部 三藏是总称叫做经律论 第一次结局还没有论 第一次结局只有经跟律 第一次结局只有经跟律 经就是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杂阿罕 但不是只有杂阿罕 因为杂阿罕 后来越来越多 把很多杂阿罕的 有一些杂阿罕的分到中阿罕去 分到长阿罕去 分到正义阿罕去 所以是这样 所以并不是只有现在的杂阿罕 那现在的杂阿罕也加进去一些东西 但主体是类似像现在的杂阿罕 那因为后来越挤越多嘛 比如说杂阿罕如果说 假设啦 杂阿罕有100部经 我们只是假设 杂阿罕有100部经 那后来又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加到第二次结局的时候 已经有400部经了 所以就100部又分重新分重新分 但是大部分的还是现在的杂阿罕为主 那比如说像中阿罕 都是跟业有关的 基本上都在中阿罕 那这个跟四地远起 这一类核心主要的基本上 都在杂阿罕 然后跟在家有关的 还是跟这个外道有关的 在长阿罕 世间的世间西谈 或是真意阿罕 就是这一类 但是这个都有原来的部分 但是最主要的基本上还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杂阿罕 但不就是现在的杂阿罕 这个我们要知道 第二次结局之后 才开始有四部阿罕 才开始有四部阿罕 那么论 论主要是阿比坛跟坤勒 也开始有成立 这等着我们再来讲 先来看这个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这里就是最开始 经文的三种形式 新闻的三 叫做三分 三藏十二部 十二部就是十二种题材 有点像我们的诗词曲腹小说 那么类似像诗词曲腹这种就四种 不同的方式 那么修多罗 这里讲到 那这个修多罗基本上就是一般的文体 就是一般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文体 那么企业是寄送 那么寄说 那么他说企业本来是世俗的寄送 这个是三分 最初经的三分 修多罗企业跟寄送 这个是最初的三分 三种文 三种类别 其实就三类 三藏十二部 部是部类 不是十二本书 以前我们不知道 以为三藏十二部就十二本经 就在那边算到底是哪十二本 华经一本 华原经一本 不是这样 它是十二种类别 十二种部类 那么所以 他说 这个 这个最初的 最初的 那么寄说 原来是地址寄说跟如来寄说 那先来看 他说企业本来是世俗的寄送 那在法语力修多罗集出之后 将十经编为寄送 以便于寄义名为企业 这个叫做设送 那么就是 比如说法伐经 那么就把法伐两个字 或法一个字 华原经 把华 用眼一个字 然后编上去 然后用一个 再把它 再把它记忆起来 那么以后你就知道 这个是第一部经 这个是第二部经 像我们背书 有时候也会这样背 像我们背成佛知道的寄送 先背第一个字 然后慢慢就记忆起来 然后记起来就知道 第一个字下面是什么 第二个字下面是什么 那么他也是 因为一部经 毕竟很多 那你要把这十部经 或是 有些是用文艺 有些是用它的字 把十部经编为一个记 比如说一个记 如果是五个字 那他就两个 就十部经就一个记忆 十部经就一个记忆 或是十部经 或二十部经 是一个记忆 那不一定 那么 这个是色诵 这叫色诵 那么 他说原来是为了 便于记忆叫做企业 那后来有文艺的部分 所以你看那个法华经 重诵 那个也是 那么 那但是 他说原来是这样子的 十二部经编为一个记忆 像我们背 背很多东西也是这样 选一个字 然后把它结集起来 然后翻变于变寿 比如说九柱心 内柱续柱安柱 内序安静条 急最急 像我都这样背 内序安静条 急最急 那么这个急进 最急进 急最急 专注等词 就九柱心 内序安静条 内序续柱 安住 静柱条辅 急最急 专注等词 这个就九柱心 那像你背 背很多东西都会取 那个第一个字来背 比较 念得顺 然后你就容易背起 因为以前没有书 所以要便于记忆的 所以那么多部经 几百部经 你必须要 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让他能够记忆起来 有这几部经 所以像英顺导师 后来在整理阿含经的时候 也是参考这个寄送 因为这个寄送是以前传下来的 所以第一部经是什么 第二部经是什么 第三部经是什么 依照那个寄送 就知道那个次第 但是有很可惜 很多寄送流失了 但是有一些寄送 像杂阿含经的很多寄送不见了 射送不见了 但是别一杂阿含有保留一些下来 那就可以补得上 那像这样的 这个就是设送 这个是原来企业的原来 是便于记忆 经法方面又集合流传中的 为人天等所说的通俗寄送 总名为企业 就把设送啊还有 因为佛在讲经的时候 会把他所讲的道理 再用简单的寄送 再做一个总说 便于你记忆的 那这个寄送念起来 就像我们在念诗一样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可以朗朗上口的 那么所以就 那也可以让你知道佛说的 这个整个主要的道理 主要的道理 那所以这个也是寄送 那把它合起来 就变成企业 所以他说 第一个把实经编为一个寄送 便于记忆的 这个叫企业 第二个 那么比较通俗的寄送 为人为天说的比较通俗的 那么把它编起来 这个也叫做企业 迟一接传出 后来结集完又传出来的 这个其实蛮多的 像我们的很多的大圣经典 这个都是 后来慢慢慢慢又传又传又传 越传越多 那么有一些就是编辑 越编越多越编越多 你像华严经也是一样 本来60卷 后来80卷 后来又出了一个40卷 那这个就 不是一时一地 一人编辑出来的 就慢慢加慢慢加 像波勒经也是一样 夏平波勒 中平波勒 散平波勒 是这个 一万八千 最早的是 所谓的八千送 然后后来是一万两千送 后来两万五千送 后来慢慢慢慢 大波勒经十万送 就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很明显的都是编辑的 都是编辑的 后来又传出 然后加以说明 这种慢慢多 但是它是原来的 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原来的道理 还包含在初期大圣的一些经典里面 那大众部 它基本上比较重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大众部比较像九摩罗斯 比较重那个义理 对那个义理的发挥 那么有部比较重 那个就是原来的 这个传统的义 就是要保留原来的 这种传统 那个比较像是玄奘 它重词义的 跟重义义的有点不太一样 这只是比喻 也不能够完全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 类似 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的风格 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这里讲到 它说 这个是 直接传出的寄送 而没有编辑的 如果比如说义品 波罗演 那么这个其实像义品跟波罗演 这个是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有结集的 就是大家是还没结集 佛陀还在世的时候 佛陀讲经说法45年 那么已经有很多人把佛陀所说的法 那么做结集就是做背诵 所以像佛 你在阿含经或绿典里面可以看到 有比丘在诵经 诵经就是把那些 已经结集起来的反复背诵 那通常 有些会用寄送的时候 行事 那有些不是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像周利潘陀传 他出家不是要先背寄送 那个都是结集过的 就是你出家 你先把佛 之前说的道理 这种寄送 基本上就是口诀 修行的口诀 那么道理的搜射都在里面 那最有名的就是七佛通计 那么这个是 诸恶莫作众上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这个是简要的说 然后再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缘起祭 诸法运人生 诸法运人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不过这是后来我们流传的 比较简要的说法 那么周利潘陀传节的 他基本上也是 那个都是以前佛还在的时候 佛还在的时候就已经编辑了 那么大家在反复传送的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 佛灭后大家是结集 那大家是灭后就流传的 那又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说周利潘陀传节 那个时候大家在背诵 修行的口诀 到底要怎么修 那么就是要先背这个记 身口义恶不造业 手口涉意 身莫犯 莫老一切诸有情 那有的时候 身口义恶不造业 但是翻译的不太一样 手口涉意身莫犯 莫老一切诸有情 正念观之欲尽空 无意知苦当远离 四句话而已 就是一个记 然后告诉你修行的口诀 那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就身口义三叶清净 手口涉意身莫犯 那么不要 不要有欲想会想害想 莫老一切诸有情 平常的时候 那么不要去 伤害众生要有慈悲心 那么修行的关键 那要有正念正知 那么所知的法 基本上就是要符合中道 正念观之欲尽空 要离欲清净 要离欲无意 离欲清净 那要行中道 太苦太乐的法 都不要 不要随外道跟婆罗门的 那么要行中道 无意知苦当远离 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核心 跟概要 口诀 那么透过背诵的方式 朗朗上口 因为我们现在翻过来 比较没有办法 原来印度的音 他们就是朗朗上口 然后就开始背 然后告诉你 修行是这样修的 那你先背 那么他不只是背这个 他有些背很多 那像有一些 你在绿典里面看到有一些阿罗汉 坐下来就在那边诵经 其实他就是在背诵 背诵 那背诵当时出家 那么那个时候生团结集的 那民间也有结集 那当时结集的就是像这里 比如说义品 这个义品 然后这个波罗岩 那这个一般叫做彼岸道品 那么像这种 其实这个是很早就有 佛寨的时候就有结集 还有法聚经 法聚经是否在的时候就结集 那么比如说像阿难 很有名的阿难 要入灭盘之前 听到一个比丘送 送这个祭 那个也是 那个并不在大家的结集里面 那个是一般民间结集的 或是生团也有结集 那么若人受百岁 像这种若人受百岁 应该怎样怎样的 在法聚经里面还蛮多的 若人受百岁 不解身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 这个也是在 这个不在大家说的结集的经里面 这个是在法聚经的结集里面 那这个是佛陀时代就有结集的 法聚经是佛陀时代就有结集的 那么他是把佛因为某件事 那么对某些人说了法的一个核心重点 用祭送便于朗诵的方式 那么把它结集起来 然后大家轮流传送 其实是这样 那后来因为传送久了慢慢慢慢不知道 那这个祭送是什么意思 所以开始有解释 那么又配上原来的故事 或是原来的故事也不晓得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个 所以又加进去故事 所以这些故事有的是编的 所以你看那个法聚经的版本 法聚经的版本就很多种 同样那一个法聚 南传的 北传的 藏传的 主要是南传 北传 有很多种版本 它的故事不一样 说佛陀为什么讲这个祭呢 那就是当时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会发现到这些故事 有些是编的 那有一些是一样的 就是说原来佛陀说这个祭 在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原因说了这样的法 那这个法后来被编成一个祭 作为流传 那现在要给它还原过去 佛陀原来是说什么 那最后融缩成这个祭 那么它是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故事 所以又有所谓法聚辟益经 那像初药经就是做这种解释的 初药经也是法聚经里面的一种 但是它就是在做解释 初药经的解释比较 就是解释的比较深刻一点 那像法聚辟益经就种在那个故事 那所以这个稍微我们知道 法聚经是佛陀时代就已经解释的 那因为民间也都在流传 那僧团也有流传 僧团也有流传 你看那个 那个解释完了之后 那个比丘送的还是法聚经 那个就是普遍流传的东西 那如果是大家设解释那个经 那个是少数 那么你背第几经到第几经 然后流传 然后慢慢你流传 然后你的地址 你是背第几经到第几经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背那么多 单单我们的杂涵就好多了 你要背都背不起来 但是还是要背 就是背 但是一般人也会背 但是就是背几步经 或是在那边反复背诵而已 就一个传给一个就这样传 就是辗转传来 不过法聚经是流传比较久的 而且很简单 就一个一个寄送 你看他那个比丘就在那边反复送 因为那个音有点一样 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那个音念错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就只是这样反复送 那阿纳一听就知道 你背错的不是这样的 是若人受百岁不见圣面法 因为翻到中文来 那个音就完全 圣面法跟随的合不一样 可是在印度应该是 音有一点类似 字有时候我们也会写错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有时候操作变成苦一日苦二日苦三日 类似像这样音 像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我们小时候都会背那个弓咬 那也会传 传转传 传你传错 陈门陈门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有没有 我以前也是这样念 陈门鸡蛋糕是什么意思 三十六把刀又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陈门陈门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那么 这个 骑白马带把刀 走进陈门滑一跤 这是我以前背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 我去查资料才发现 原来不是这样 人家原来是陈门陈门鸡蛋糕 不是鸡蛋糕 是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那么 骑白马带把刀 走进陈门绕一跤 这样有意思 那你陈门陈门鸡蛋糕 我当然想 陈门是鸡蛋糕做的 上面插着三十六把刀 然后因为 鸡蛋糕做的时候会滑 可是这没有意思 可是因为我们念都这样念 那个就是阴阴口物 可是你 几丈高跟鸡蛋糕 念起来很像 陈门陈门几丈高 陈门陈门鸡蛋糕 一样 那个 若人受百岁 不见谁老和 若人受百岁 不解身灭法 类似像这样 所以 慢慢慢慢 所以如果有人 听到我在念 以前我们小孩子都这样念 我们也不知道错 但是我觉得念的怪怪的 但是 大家都这样念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念 以前都这样念 陈门陈门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可是 你那个画面想象不出来 那陈门陈门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 这个就有意思 陈门很高 可是 类似像这样 所以阿曼一听就知道 比丘比丘你念错了 你念错的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如果有人听到 就跟我讲 小朋友小朋友你念错了 是陈门陈门几丈高 不是陈门陈门鸡蛋糕 不是 那阿曼就跟那个比丘讲 比丘你念错了 是陈 不是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 不解生灭法 就是说 你即使活了一百年 但是你不知道 缘起无常 缘起无我 无常无我 生灭法就是缘起法 有因有缘世间级 有因缘世见面 你虽然活了一百岁 你不知道缘起 你不如活一天知道缘起 因为你活 你即使到缘起 见法及见佛 你就决定会出三界 这个就是孔子说的 朝闻到细死可以 早上听到到晚上死都没关系 你活了一百年 你都不晓得佛法是什么 你出家了一百年 修行了一百年 那样苦行外道 一样啊 执多罗 我们跟大家讲过嘛 执多罗跟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出家 在外道出家 都修苦行 三十年 执多罗跟佛修行 在家也三十年 执多罗正三国 常常都有喜悦 而且他自己知道 他这一生 受胞胎是最后一生 下一次他不会受胞胎 他到五不还天去 五不还天不受胞胎 不是欲戒身的 他是化身的 他不受胞胎 就在那里得解脱 可是他的朋友 三十年 只知道什么 只知道苦行 一直在受苦 也没有从受苦中 得到什么利益 你看 他出家三十年 他在家三十年 出家三十年 受尽那么多苦 还不如一个在家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佛法 所以后来 后来直到罗就 后来他的朋友听到了 因为他说 那你三十年 你有什么体验吗 你有什么得到受用吗 他说没有 我就是天天坚持哭醒 握在沙上面 拔毛 拔那个头发 痛嘛 反正他就是要让自己受苦 然后握在沙里面 然后几段时 很长时间都不吃饭 就是让自己受苦 那你得到什么利益吗 没有 没有 就只是受苦 他反过来说 那你跟着 你跟着 取谈 就是释迦佛 西达多取谈 他们外道都讲他取谈 你跟着取谈 休学有多久了 也是三十年 你又得到什么 他就跟他讲 那因为他 他有禅定的功夫 而且他有证果 他说 他就跟他讲 我常常在喜悦之中 他受苦 我常常在喜悦之中 然后我 已经知道 我不会再受胞胎 不会再来投胎 我一定去 我一定得解脱 那他的朋友听了 就放声大哭 他比他还用功 修苦行 出家 他没有 他们是三十年前的老朋友 忽然有一天遇到了 他问他 那你在哪里出家 那你都修些什么 他反过来问他 那你 你现在是佛弟子 那你跟取谈 修了多久 那他 你又得到这什么 听了之后 不比不知道 听了之后 他的朋友放声大哭啊 哭啊 那我现在还怎么办 你 舍弃苦行 你来佛教里面出家 没有多久也得成就 你看我们 我们有时候 都不知道在修些什么 那么虽然读了很多书 很多知识 可是这些知识用不上 我刚去上大制度论而已 大制度论里面讲到 那么早上在评斗那边上 在法轮那边上大制度论 那里面刚好 今天有讲到 就是说有三类的人 这一类的人里面 一类的人就喜欢听经 听了欢喜 可是他没有去了解这个经 重点在告诉你什么 跟吴柳先生一样 好读书不求圣解 就听就研究 我懂很多 我知道 中观为事如来账 布派 这个我都懂 他就喜欢听 就是他喜欢听经 听了高兴 欢喜 听完了 又恢复到原状 那也不晓得 这部经重点在告诉你什么 那第二种人是好一点 这个是下辈的 第二种人是好一点 他听了之后 他去思维什么道理 那思维什么道理 他会去讲 这个叫我们要怎么修行 但是因为不深刻 就保持四天五天 那之后就忘记了 那有听也好 没听也好 有做也可以 没做也可以 但是他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 那么他实际上也不受用 受用四五天就算了 刚开始欢喜 这个欢喜持续不了几天 就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但是他也研究道理 他也能说善道 他也知道这个在讲什么 但是不能如梭修行 比如说佛法告诉你缘起 因为苦是从哪里来 从生死来 生死从哪里来 从月来 月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从哪里来 从无知来 无知从哪里来 从不如理思维来 不如理思维从哪里来 从跟城市合合相应 跟城市心对境的时候 无明相应来 好 那你要了解 那他第一个告诉你 那我要怎么办 你现在有这些苦 有这些业 有这些烦恼 有这些无明 那要怎么办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事灭 还灭的吗 流转跟还灭 这个不就这么讲吗 好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要怎么样灭无明 要怎么灭贪爱 重点就两个嘛 无明跟贪爱嘛 无明首富 爱结首戏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济 那无明 无明不断 爱结不尽 那生死就不断 不尽苦边 好 那现在 那我第一个要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 你要 你要密乎根本 那你眼睛看到什么 耳朵听到什么 最重要是言而之间 当然言而彼此生意都有啦 那你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可爱不可爱 可意不可意 那么你都要 心里面有警觉性 我有没有生起贪 我有没有因为 这个可爱的境界生起贪 我有没有因为 这个不可爱的境界 生起沉 如果有 我怎么要调腐法的贪 怎么样调腐法的沉 他都跟你讲了 其实都跟你说了 但是我们不以为意 不以为然 那么有时候会放在心上 没有几天 又没有啦 就觉得这么难 这么麻烦 算了算了 不要管那么多啦 我还好念我求生 极乐世界就好了 其他不用想那么多啦 烦恼就烦恼 反正可以待业往生 下瓶下身都好 那没关系 反正我只要往生了 我就不会再来了 你的佛法你用不上啊 那用不上很多东西 是你不了解 那问题是 你了解了你也不用啊 那就没有意义 你不是真的想修行 你只是借着修行 在过日子 你不是真的想修行 你不是真的想解脱 没有 那这种其实也蛮多的 那你如果真的想修行 你一定会好好研究它 你有一部车 你必须要靠这部车 才去到一个地方 你一定会把它修好 坏在哪里 自己不能修 也要想办法 前去给别人修好 不然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理解 它到底在教我们做什么 那你一定会去做 你有一部车 你从来不起 你就是到不了那个地方 你走路走不到啊 所以这个这样子只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 下辈的 听了经之后 就只是喜欢听 那听就欢喜 操了很多笔记 可是到底在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 反正就听嘛 有学嘛 操嘛 听过中观 听过为世 听过如来杖 听过布派 那么都听 早阿寒经也听 中阿寒也听 常阿寒也听 南传北传都听 就好像禅修也一样 那去跟马阿西学禅修 去跟帕奥学禅修 那又跟这个 跟这个 这很多禅修 那么种种的禅修 那我就看过 一天 一天六只香 七只香禅修 可是里面的人 斗得很厉害 分两派啊 你斗我斗啊 你死我活啊 你是那一派的 你就会被排斥 那他们分得很清楚啊 一天六只啊 七只残 天天在打坐 平常时间是上课呢 平常时间是上课 成佛之道 佛法概论 上课 那有空的时间就打坐 可是 因为也要做事吗 可是当 他们有两派哦 两派分得很清楚哦 两派是彼此斗得很厉害哦 你是那一派的 我们不接受 那么如果有居士去 先接触那一派 你再来接触他 他不要了 他不要了哦 我说你禅修 你都修些什么 你听经 你都学些什么 他不就教你这一些吗 教你熄灭贪嗔痴吗 你学着戒 持戒很严格哦 持戒很严格哦 善意要不提升哦 那你的戒定位 不是为了熄灭贪嗔痴吗 怎么你的戒定位 你持戒越严格 你越看不起那个 你修禅禅贪嗔痴也好 你称心更增上 你的戒定位 没有熄灭你的贪嗔痴 还增长你的贪嗔痴 不合乎佛法 修戒定位的本意 不合乎佛法 天经文法的本意 那你不知道 你反而更怎么样 烦恼更重 造业更重 你在佛法中 你完全得不到利益 不但不能造善业 不能修禁业 还长造恶业 结恶严 你看看 冤枉不冤枉 我们先下课